5月22日,好尴尬。有网友发现张盈盈澄清与汪小飞八卦的微博文案,几乎复制粘贴杨幂12年前发过的微博。不过标点符号倒是省掉了,只能说杨幂的伙势方方面面的,杨幂看了都要收点版权费。大秘密的文案可以经历12年经久不衰,太厉害了。 据悉,汪小飞在微博晒出野参照,被网友扒出来和张盈盈曾晒野参照背景几乎一模一样。两人疑似五一期间一同出游,引发热议。随后汪小飞删除了该条野参照微博。 无贵是长红十几年的女人,杨幂语录有趣又通透,有思想有内涵,有个性分得清,挨打就要力证人生没有弯路,该是你的就是你的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,懂得自我疏导还会开玩笑,十几年都是闪闪发光的姐姐。 就像杨幂粉丝所说的,有人copy她的文字,有人copy她的造型,有人copy她的RS词,copy得了型copy不了魂。 杨幂永远不需要半年可见,有趣的灵魂从来不具考古,无半年可见,无遮遮掩掩,不拉H任何人,不观评论,她就是这么坦荡。 不少网友表示,越是嘴硬,越是有事,如果坦然承认,估计还真没事,反向思维,查重率太高,请重新修改,为妈澄清文案都要抄,现在流行抄文案,等等。